即便在台湾也能感受到优惠措施的影响力 在台北市的永康街一家新开幕的小吃店正在悄悄练兵 从卤肉的口味应该加重多少 到装好一碗饭得花多少时间都一一演练 目的是研发出牢靠的SOP好进军大陆市场 而年轻的员工更是兴致勃勃 还主动要求要去对岸大展身手 台北市永康街迷店齐聚新品牌油床美食一族战区 市场店面卖的是香喷喷的制高饭 装潢走小清新风格 连餐具都是特地的音歌开模定制 台湾传统小吃重新包装打品牌 背后老板之一是老店创办人 传统的小吃一般都在街边 那我也希望因为这个我创了这个制高饭 我也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最好吃的制高饭的那个蹄膀呢 其实就是大概在两斤左右 它就不会太嫩或是太老 经营传统小吃40年老板庄悟华 这次开店目标不再局限于台湾 新餐厅不只是一家店面 还是西境大陆的破点也发起地 我们已经都开始常常去那边去参访了 只是已经大概一两年前就开始去了解那边的猪了 积极走访对岸寻找食材 张益华想打造连锁品牌 顾到口味还不够 他找了行销达人联手出击 来 这一块刚炉起来你先试试看看 看适不适合 我们这个到大陆啊 口味加重15% 因为大陆的口味是比较重的 这就是大陆的SOP的猪肉 另一位老板林志斌 经营鲁味品牌起家 目前已经有店面开进天津 这回台湾餐饮老板尝试打团体战平登路 最大的挑战是要先把老店制成SOP标准化 未来不用主厨靠着腰厨就能在对岸各省快速转变 像我们这种传统小吃就像我一样 我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就是只懂的 就是做好吃的东西给客人吃 那对于包装 对于行销 对于品 对于把这个传统小吃变成一个品牌 这个是我完全不会的 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 就是说它所有的SOP流程 然后因为透过我们有 我们的品牌的创造达人 然后来做这些事 大概在我们整个碗的三分之一 我相信大陆的话会以商场为主 尤其在车站跟上 车站是真的人流量非常快 可是没办法等待 因为就会塞住 所以我们设计一个碗 控制最基本是两分钟 制定出餐速度 已经以大陆商场为模拟目标 大陆宣布 31项对台优惠措施 向台商或台湾技术人员 开放134类职业考试 台湾人在大陆可以报考81项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 其中就包含了餐饮服务人员 林志斌带着团队跟上新的优惠措施 做好准备 大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会台政策出来以后呢 有官部还主动问我 问我们什么时候要西进 西进我现在是非常的踊跃 那我觉得对两岸来说都是这种进步 光是去年大陆餐饮业收入就接近4兆元人民币 大约18兆台币 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 过去的两岸经营连锁店面 林志斌分析 有团队的餐饮高阶主管 是陆器锁定的挖角对象 不要说我底下干部 像我连大陆企业都有希望 我回去跟他共同发展 开出来的条件高是很高 可是高不是吸引我的地方 最主要他为什么挖动台湾人才 因为他给一个人才会有一个梦想的舞台 他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就像在台湾他开100家店可以 要开1000家店是不可能的 可是一个好的项目好的品牌 他在中国大陆开1000家2000家 都是不难的事情 餐饮业工时长 加上大陆越来越重视服务 要发展连锁品牌 有意愿外派的员工都得经过扎实训练 我们进来让客人感觉到这次我们蹲下 桌子与间同关 角度一样 然后手就是放在那边 然后双眼看着客人 然后跟他介绍 一只手举例 跟他介绍资高是什么好吃 以餐饮业来说的话 在台湾的话 一个就是店长大概就是 4万多块台币 在大陆的话基本上都有8到10万 那可是现在在一线城市的话 其实跟台湾的基层人员是差不多的 那高阶主管已经超越台湾了 一位内容吗 这边请 根据台湾人力银行2017年调查报告 台湾餐饮旅游产业员工平均起薪 28587元 餐饮业平均起薪连续三年 在各大产业中敬陪莫作 服务人员入门门槛较低 想甩开低心魔咒 许多年轻员工选择加强专业技能 争取外派大陆机会 其实之前有跟日本跟香港的朋友 都有聊过 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话 可能因为房子 薪资结构是还好 但是因为房租金比较贵 所以可能存到钱会相对少一点 因为大陆其实我也有几个朋友 过去他们那边发展 那其实那边的待遇都给比台湾高满多 所以那个薪资加上消费的话 我觉得会比台湾更容易存到钱 就是当然如果那边市场比较大 那如果可以付出一样的努力 那边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酬的话 那当然会想要过去那边炒 大陆对台优惠措施 以餐饮产业带来另一个发展空间 年轻人才还是得练好基本功 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大展身手